我们这集节目接着说 特朗普四年前的十大竞选承诺后五条 来看看他是否都为选民兑现 承诺六 撤回海外美国军队部分兑现 在小布什与奥巴马时期 美国都深陷战争之中 从而使得美军在海外驻扎了不少服役军人 而特朗普在选举前 就长期以来一直呼吁美国军队离开中东 在2016年竞选活动中 他说该地区一片混乱 2013年他发表的一条推文称 我们的士兵被我们训练的阿富汗人杀死 我们在那里浪费了数十亿 胡说八道重建美国 同年他说美国应该远离地狱般的叙利亚战争 后来特朗普如愿胜选 2017年9月 特朗普政府却宣布向阿富汗增派3000名士兵 特朗普便解说 他的做法是基于实际情况做出的 在叙利亚 美国领导由叙利亚库尔德人 和阿拉伯民兵组成的盟军 一起反对伊斯兰国 在叙利亚当地约有2000名美国士兵 2018年12月 特朗普撤离在叙利亚的所有美军 但仍有大约一半士兵约500人留守当地 2020年的春季和夏季 美军在阿富汗的人数已经从13000人减至8600人 特朗普表示 他计划在11月3号大选之前 进一步削减在阿富汗的驻军人数 2020年2月 美国和北约同意在14个月内撤出所有部队 前提是 塔利班同意一项新的和平协议 美国总统撤军的努力 有时遭到本国官员的批评 在特朗普宣布撤军叙利亚后 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辞职 承诺期 建议到让墨西哥买单的边境墙 部分兑现 美墨边境修墙 是特朗普竞选承诺中最具戏剧性 同时也是争议最大的事件之一 并且 特朗普还坚称 这道墙要让墨西哥买单 在他上任后 情况就变了 墨西哥对江卫茨买单的说法表示不满 甚至 特朗普也放弃这一想法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内部报告 民主党人强烈反对建隔离墙 甚至 一些共和党人也对这项可能高达215亿美元的法案 感到震惊 2018年12月 在民主党人拒绝特朗普提出的50亿美元资助隔离墙的要求之后 美国政府停摆 此后 他将国防和其他一些资金重新用于建造或更换隔离墙 这一决定已面临法律挑战 截至5月下旬 已经建造194英里的隔离墙 主要是为了支撑已破旧或过时的屏障 而仅有3英里的建筑是新建的 所以 把这个承诺说成是部分完成 已经很给总统面子了 承诺8 重建基础设施 部分兑现 选举前 特朗普在2016年11月的顺选宣言中说 美国的基础设施将成为世界首屈一指 我们重建基础设施 让数百万人重回工作岗位 当上总统后 特朗普再次发誓 要在该国的公路 铁路和机场上投资大笔资金 但到目前为止 少有行动 到2018年3月 美国国会已拨款210亿美元 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但这远低于特朗普呼吁的 1.5万亿美元 根据美国国会的数据 这笔钱将用于各种升级设施和投资 2019年4月 特朗普和民主党领导人 同意在基础设施上投资2000亿美元 但此协议后来未达成 今年6月 有报道称 特朗普政府正在制定一项1000亿美元的计划 但尚未宣布 承诺9 退出北约 搁置 在选举前 特朗普反复质疑军事同盟的目的 称其过时 让他烦恼的一个问题是 成员们是否正在减轻自己的角色和支付账单 在2016年7月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 他甚至暗示 美国不会帮助被俄罗斯入侵的成员国 结果 他成为总统后 在2018年4月在白宫接待北约秘书长时 却又表示 恐怖主义威胁彰显该联盟的重要性 特朗普在2018年7月暗示 如果盟国不默认其预算要求 美国可能仍会离开 特朗普称 加拿大和北约的欧洲成员国 没有花足够的资金来支持该联盟运作 他最近称 美国将把近1.2万美国士兵撤离德国 承诺时起诉希拉里 搁置 把他关起来 是特朗普支持者 在当年竞选集会上的最大呼声 他们想见到民主党竞争对手 希拉里·克林顿 应在担任美国国务卿时 使用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器而入狱 特朗普非常乐意支持这样的呼吁 至少 他要求进行一次新的调查 在辩论中 他告诉希拉里 如果我赢了 我将让法官指派一名特别检察官 调查你的情况 但当选总统后 他的口吻瞬间改变 他此前描述希拉里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女人 而后改成美国对他欠下许多感激之情 后来 他说对起诉希拉里没有太多想法 并且 还有其他优先事务要处理 面对这个往日的竞争对手 特朗普的变化简直是天壤之别 特朗普在任期间 经常夸赞自己为史上最勤奋的总统 四年将过 他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 大家会给他打多少分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并 请不吝点赞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